S資料庫裡面,產生一個SS資料庫,名稱叫db1.dbf 第2個產生資料表,名稱叫問題9,我們用匯入方法就可以產生 再來產生一個查詢,查詢就是業務 業務打開來有兩欄資料,當然你也可以一欄或兩欄都OK 好,那關起來,之後的話呢,我們接下來呢,就是要怎麼樣把這些資料在業務裡面讓它顯示 那業務裡面呢,我需要哪些東西,根據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裡面,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都有註解,註解的最大用途就是說,讓你自己也知道說你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那你要改哪些東西,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說,我們必須要產生我們需要的工作表 所以怎麼樣產生工作表呢,我可以用一個回圈 那回圈呢,要知道說總共有幾筆嘛 所以我二到剛好如果說在eSale,你可以怎樣知道總共幾筆 可是再來我怎麼知道eSale裡面,在SS裡面呢,總共有幾筆資料 這個當然也要再瞭解,接下來的話呢,我必須要新增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之後的話,這邊新增工作表 那這個是add,after,after就是在這個之後啦,比如說總共有一個好了 add在這個問題9的後面,那就自動會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,名稱的話呢,就是從什麼呢 到時候我們要去,從S資料庫裡面查到業務技能的第一筆資料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,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之前是用什麼呢,用那個移植重複產生的 那再來的話呢,就是哦,再把相關的資料 這個後面的部分是用複製貼上 可是我們要把這個複製貼上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從這個asset資料庫裡面取的資料 並且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